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哪个男主更欺负人 陆济明 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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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的事都应对不了 你果然是适合做美术 你 去做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看你闹心 陆总 我就耽误您十分钟的时间 我先看看这个资料 还有这个水费度 我看起来很简陋 能进到这个办公室向我汇报工作的 要不然就是公司的高层 要不然就是我的美术 我又是哪位啊 你忙 给我倒杯水 我让你给我倒杯水 你忙 你现在这么教训啊 你一定要知道 人归在有自日之明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懂吗 你根本就不是干投资的两个人 如果你没有能力做这个事 那就不要做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懂吗 拿好我们的东西 离开我的办公室 小北辰 李航警 李航警 我小北辰在整个北线 想得到什么东西 还真就没有得到的 小北辰你放我下去 你 你放我下去 小北辰你放我下去 你 你放开我 你要再咬我我也咬你了啊 你凭什么这么无法无天 凭小爷我乐意 怎么着吧 你得罪了我小北辰 你在北新 就得换个活法 好啊 我等着 女主反击 柠檬 陆济明 陆总 你凭什么总是对我大呼小叫的 你 你凭什么呀 你算老气了 你 放心 放心 苏启明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 我给你做了三年秘书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别人都没有尊严吗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你全摆别人的生活 你以为你有钱 你大老板你了不起 你就可以把别人自作踩在脚下吗 我能不能做项目 不是你说了算 你除了有钱 你算老几啊 我告诉你陆济明 终有一天 我要让你叫我宁总 林航警 小北辰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 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一路人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 只要你萧三少高抬亏蛇 我在北县就能过得很好 我告诉你 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用尽了 这周末 跟我一块去茗玉啊 我说过了 我不去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松露头去 小北辰 看不起你 许子俊 许大愣子 还有论 你每天是到日上三干 除了四处寻欢作乐 就是欺负人 其实没有家事撑腰 你根本一文不值 还有 你霸道无理 目中无人 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平等和尊重 我林航警 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就看不起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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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